三十日晚,贾乃亮在浙江卫视2019演唱会倾情现场,梦想天空分外蓝,演唱的温馨又温暖系的去年的跨年晚会,贾乃亮与李小璐就出现在了现场演艺情歌对唱。 但是那时候,已经出现了李小璐说唱歌手的绯闻,所以现场气氛很不一般。贾乃亮独自一人出场脸上,少了去年的笑容和甜蜜巨细,因为夜宿门事件二人仅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。 而日前曝光的雪之前李小璐事件,再次将贾乃亮和李小璐的夫妻关系血藏。 很多网友站队到贾乃亮,一边对他充满了心疼贾乃亮,在经历李宇童爆料的事情之后,发了一条微博表示,自己现在一个人过得很好。 侧面证实了自己现在与李小璐离婚,或者是分居的状态。 网友们纷纷传言,贾乃亮与李小璐的孩子甜心在父母之前选择了李小璐,经历了这一年的风风雨雨与沧海桑田莫名心疼。 看不到曾经开心单纯的模样啊,有时岁月太沉重,对于贾乃亮如今的状态,很多人说是正印证了一句话,离开你我开始爱自己其实。 说起来,在这段之前人人艳羡的感情中,贾乃亮很多时候都是付出的一方。 贾乃亮坦白自己追求李小璐追求了好几年的时间,才换来了李小璐的亲心相待。 但是没想到,最后还是这样的结果,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一个人扛的。 既然选择了一个人,哪怕风雨兼程也风雨无阻加油。 我们还是喜欢以前那个没心没肺的大男孩,期待贾乃亮的涅槃重生。 免得声明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,请持全署证明联系作者。